VBSRON的高中唱歌這件事 大家好,我是你們今天的攝影篇的老師Leo 我們又來到了老師來挑戰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的節奏就是同學提出疑難雜症 我試著來幫他解決 如果你覺得我幫他解決了他的問題 給我個1,如果覺得我失敗來給我個2 然後裡面的練習 如果對於你在唱歌有所幫助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我們的IG都有很多短板的翻唱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我們今天請到了一位呢 就是之前有在我們的頻道出現過的小鮮肉 然後大家都萬眾矚目 就是很想要他再來唱歌 那我們今天終於又把他請到了 他就是東陽 嗨,東陽,打個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東陽 哈囉,哈囉,你又來了 太棒了 非常期待耶 我們上次錄影片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耶 這麼久以前嗎? 一年了啊,對啊,真的很一年 而且你有注意看他們下面留言 對於你的一些評語跟反饋嗎? 有啊,其實有些看他蠻害羞的 但是有些看他 害羞? 呃,就會說什麼長得很帥 或是 哦 就平時,平時我不會聽到那些話啦 哦,所以 所以真實 所以真實的世界裡面很少人會說你帥是不是? 呃,可能就是什麼長輩吧 之類的 長輩 好,所以他們很多人在問你的IG耶 你有IG嗎? 我要幫他們來邀一下你的IG 有啊,有啊 你的IG裡面都什麼內容啊? 其實我比較常PO的就是音樂相關的 可能就是我錄一小段我自己唱歌或是我錄的翻唱之類的 沒有一些比如說什麼健身的或什麼之類的照片嗎? 哦,很少耶 不太 不太敢發那種就是 可能會讓別人眼睛不舒服的照片 會嗎?我覺得他應該會很期待喔 是有點期待的 那除了這些除了IG以外 你平時還有在玩什麼一些交友的軟件嗎? 呃 交友軟件是 就是比如說什麼 我不知道算不算交友軟件啦 但是就是有那種唱歌的軟件 像那個全民快禮啊 前一陣子的時候 因為都關在家裡嘛 然後想要唱歌也沒有辦法去KTV 可能然後就開始找一些軟件來玩 然後就打開了全民快禮 就打開Tinder 是嗎? 沒有嗎? 不是不是 Tinder不是唱歌 就不小心滑錯啦 全民可以要配Tinder 也可以啦都成年人了嘛 Tinder打開沒問題的對不對? 可以啦可以啦 如果上面可以找到喜歡音樂的朋友也是蠻不錯的 對對對 一樣那麼假正經 好所以就是玩全民Party 然後還有另外什麼軟件呢? 最近呢都在玩Clubhouse 跟一些朋友在上面唱歌 然後 認識一些也是喜歡音樂的朋友這樣 那有機會可以 我可以進去你的房間看一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把帳號 其實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是不是? 對啊大家都可以進來 那些房間應該基本上都是公開的 好那我們就把他那個Clubhouse的帳號 留在這個畫面上面 大家有機會想去聽東洋直播這種唱歌 也是可以去聽到 那你現在的工作還是跟之前一樣 是做工程師? 嗯對還是軟體工程師 OK那一年過去的感情狀況有任何變化嗎? 可可惜沒有耶 可惜沒有 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變化是不是? 對啊因為也出不了門 對不對?在家裡 哇這個也算是藉口嗎? OK好的 那你最近唱歌有什麼遇到什麼問題? 想要解決的? 最近 我發現我每次來好像都是因為 Bruno Mars出了一些新歌 然後我要挑戰他的新歌 我就會有一些疑難雜症需要解決 OKOK 我卻來找一個老師 Bruno Mars 這個 好吧 Bruno Mars確實很難啦 然後最近也推出新的歌 然後新的歌其實也是很難唱 OK 那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主要你覺得最卡關的地方是什麼? 讓你過不去的地方 最卡關的地方應該就是 因為他的副歌部分 其實就是一直維持在那個很高的音高 然後要一直維持在那個位置的話 就會很累 然後肌肉也會特別緊繃 所以就是持久力就是不夠持久 對可以這麼說 然後音色如果要很硬 然後要很持久的話 可能就會hold不住了是不是? 對沒有辦法就是硬那麼久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兩個問題嘛 就是要讓你能夠更持久 然後讓你可以持續的很硬 就是音色要很硬 然後又很持久 對吧? 對對對 希望可以達到這樣 希望可以達到 好 那我們試試看能不能讓你這樣 好 那沒關係我們先來聽一下你的那個 大概唱 目前唱的一個狀況 大概為什麼導致你的續航力會 會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 因為其實確實啦 阿布諾瑪斯的歌就是音色上面 如果你要照著他的演唱計畫 來做這個音色上面的這個計畫的話 那他就是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煙槍的收窄的這個動作 那久的話其實確實他就會產生一種代償的效果 會對於你那個聲帶上面的壓迫也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聽聽看大概是什麼狀況 然後看怎麼解決 好吧 我就從那個第二段的副歌這邊開始 好 摩訝一下 I'ma leave that door open girl Have you feel the way I feel What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tonight baby Do me that you coming through Ti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Ooooo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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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et-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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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 OK 所以持久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就没有了 因为我看你唱的确实 其实觉得还蛮辛苦的 对吧 很累 很累 一直带很高的 很高的音域 然后一直走 然后感觉你那个 之前我们看到 那个下巴的问题 其实也还是 有点存在 你自己有感觉到 有有有 好就是这个咬肌 不放松的问题 没关系 待会我们做一些练习 然后我们再把 那个区隔开来 因为他的 这样子的唱歌的模式 其实比较容易 就会进入到一个 很紧的感觉 因为你一旦 力气分配的不对的话 那上次我们在 另外一起 就是又再讲到说 音高的控制 其实是决定在 我们声带的 这个振动的次数 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会为了 好像做出某一些音色 而会要让我们的 这个烟枪 有些比较收窄 那当这个收窄的动作 如果一旦在 你的意念里面 它有跟 音变高这件事情 交叠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说 音色是音色的控制 然后音高是音高的控制 把他们两个拆开的话 你的这个 他们俗称的发声点 就会越来越浮上来 你就会觉得 越来越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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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觉得 很难唱 所以这是大部分的人 为什么那个续航力 会比较没有那么办法 持久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那待会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练习 还蛮 还蛮夸张的 待会就知道 练习 然后我们会要 硬生生的把这个 烟枪收窄的这个动作 跟这个声带 这个振动的次数的改变 能够把它给掰开来 好 那我们待会要做的练习呢 就是需要把 手进去去按我们的 蛇根的那个地方 而且就 还会按得蛮里面的 那可能你就要先洗一下手 因为要不然的话 现在疫情期间 手就是确实就是 万恶的全员 好 请去洗个手 我们待会再过来 好来 好啦 洗完手 那我们待会呢 舌头要先放平 然后放平 然后一只 你先试试看一只手指头 那感觉会觉得 它有点不舒服 你先试试看一根 好 待会可以再两根 按下去 你看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会不舒服吗 还好 可以接受是不是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很好 接受度很高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去到音节 像这样 你先做一道试试看 看什么感觉 走 有觉得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个舌头会一直想往上拱起来 然后会有稍微想要顶它的感觉吗 好像有 好 那你有办法在区隔出 就是舌头这边的力气 跟这个下面的 有一个深门的一个 竖井的一个 的力气 它其实是分开的两个地方 有这个感觉吗 有感意识到 有感觉到 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好像在用力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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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三个 一个就是你的身体 这边会有个呼气的力气 因为你要发出声音嘛 这个呼气的力气一定会存在 然后接下来上来之后 没错 就是你说的 是两个 一个在这里 你会觉得 这里面有一个 好像一个 什么肌肉 在把那个身带给一直拉薄 拉薄 拉薄 然后另外一个肌肉呢 就是你刚刚有触碰到的 这个舌根的肌肉 似乎也会有一点点 you know 就是比较 用力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尽量的 就是要避免它用力 用它 用手指把它给压掉 然后在认知里面 要去辨识出另外那个 在喉部的那个 那个身门闭合的那个力气 所以这个练习 其实还蛮直接 就是你到底舌根 有没有在带长 这个闭合的力气 它到底有没有 随着这个闭合的力气增加 然后就一直跑出来 一直跑出来 一直跑出来 就会蛮明显的 好我们再做一道 其实是有 所以到上面的时候 你就一闭合的感觉 就比较不明显了 因为似乎你要把你的舌头 力气压掉的话 那个密度就减少很多 对 好要不然你现在就 干脆直接就是比较暴力一点 就是直接摁它 让它尽量没办法发力 然后尽量的在脑子里面 还是想着说 你要用力一点点 去维持住那个 那个人家叫什么 很像鸭子叫 金属感的那个质感的音色 试试看 走 对 这种就是要的东西了 就听起来好像很用力 可是其实没有对不对 对 就还蛮 感觉就 没有什么累的 就是没有什么那种 摩擦的感觉 没有摩擦的感觉 OK好 声门那边 好了 声音的通道 好来 往上再一个 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那个音高的控制回归到它应该在的地方 就是回归到我们把声带拉薄的同时 在也在控制我们空气的流速 然后这样子来形成我们的音高的control 所以现在在练习的时候 你就要有那个意识要是 我要把它分开 就是土字是在这个地方土 包括我们的音色也是在这个地方做 音高是在这个地方做 所以人家说那个丹田的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要造成这边的那个对抗的感觉 身带拉紧 然后空气冲过去 然后这样子对抗的感觉 要持续的维持 好 再一道 走 非常好 再一个 对啊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两只手指头 越高越难 越有那个 越高 那个代偿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激烈 也就是舌根想要involve的那个感觉 就会越来越多 对 真的 所以你脑子里面就像 你有在健身嘛 对不对 就跟健身一样 就那个发力点 以及代偿之间的关系 就不要去借那股力 那一开始要把那个借力的行为给取消掉 确实就会 就是要有些限制啊 就是像我们现在把它按住 就是故意的让它 那边发不了太多的力 然后即便它有在发也不是主轴 而要去意识到说再往深处 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力气 才是我们要用的 你现在是看放两个 你可以放两个吗 坐坐看 很好啊 再一个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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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很好很好 最后一个 加油加油最后了最后了最后了 对所以这个练习它是一个属于比较一个激烈的练习 等于是强迫你去意识到蛇根的力气 跟闭合的力气必须分开来看待 因为它其实就是很靠近 蛇根在这里 然后深门的闭合在这里 所以它其实位置上面是非常靠近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部分 都往往会在以为自己在练声门闭合 可是练着练着都是在练 蛇根变音 OK 就得乱练 那我们现在把它连起来了 我们就两只手指连起来像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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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按下去 再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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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好,再一組,按下去 然後臉部表情盡量放鬆不要去代償它 下一組 非常好 你可以做的 會有那個好像快頂到後面有那種想要嘔吐的感覺 OKOK,沒關係,你現在已經 你比很多人都厲害,有些人一開始只能喊一根 你現在可以喊兩根 OK,請繼續 來,三組 很好很好,再一個 非常好 再一個 Great 最後一個 有沒有覺得它很神奇的自動會幫你把那個 不管是connection還是很多奇怪的力氣全部都把它給 都屏蔽掉 然後就覺得好像自己有很用力 可是又不是那種很 費力氣的用力的那種感覺 有感覺 好,那那樣子的費力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是兩個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的身體呼氣的力道其實 你可以先試試看像這樣 比如說你用嘴唇稍微去擋那口氣 然後你故意的要去抵抗這個阻力的時候 你的身體那個呼氣的力道是怎麼樣去運動的 你有感受到嗎 嗯,有 是不是會有一種即將抵達你的膀胱的感覺 對對對 有對不對 就是會很下去 對,有感覺到 你要去記得這樣子的 當我們的這個呼吸的肌群在抵抗阻力的時候 它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出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他們常在說那什麼丹田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力道你要懂得去調度 因為它就是加速我們氣流輸出的這個速度 那它也是決定我們應變高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你很明顯可以感覺到那個 喉嚨跟舌頭是分離的感覺 很多人叫它叫做什麼 喉舌分離 就是那個閉合的力道跟舌頭是分開的 那一樣我們再做一下這一道練習 然後你感受一下他們 哇,好積極好積極 好,走走看喔 試試看,走 很好,再一個 對,同時積極喔 那個拉的感覺也要keep住 很難得 NICE,再一個 很好,再一個 很好,很好,很好,再一個 嗯,有點不Balance 可是沒關係,再一個 嗯,還好,再練著就是了 再走一個,沒關係 沒關係,不用太在意,再來一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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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對,其實這個觀念只要一旦建構了之後 你在腦袋裡面想說 OK,我這邊解決掉的音高 然後往上是解決掉音色跟咬字 所以待會我們再回到唱字的時候 你keep住這樣的想法 其實應該就會差蠻多的 好,你再唱一下剛剛那個同一個段落 我看看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know how 来唱唱看 好 走走看 那你疼疼的 way I feel and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tonight baby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满涼 很好啊 我觉得差满多啦 这个密度都变高了 然后整个 我不知道你可以回去再听听看 before那个感觉就是 其实蛮不一样的 当然两种其实就是 其实我常会说 就是发声 它只是能够让你更有意识知道说 什么样的行为 去处理什么样子的工作 然后音高在哪里解决 音色在哪里解决 音量怎么去控制 其实就这三个项目 能够越练越在脑袋里面 有一种分开来的感觉 才是我们练发声的目的 那其实音色没有对错 也没有好坏 就是都可以使用 只是你要更加清楚知道说 不要把用来控制音色的力气 当成是用来控制音高的那个力气 那当它分开之后 我不知道像刚刚的感觉 你觉得有什么样 跟原本唱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好像没有这么紧 没有这么用力的感觉 就是嗓子这边的 比较没有那么紧绷 然后也没有这么累 对因为原先你在唱的 那个版本的感觉 就是我就听得到 你这个舌根的力气 一直想要去跟音高的改变 有很多的牵扯以及反射 所以我想要到 它可以把它给抵消掉 那你现在把它 就等于有点分开来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的空气其实在冲撞的是 这个壁壳上面的这个阻力 而不是舌头的阻力 因为在你的大脑里面辨识是说 这边要完成音高 那这边挤的感觉 其实是完成那个音色 是为了要跟 Bruno Mars的音色 其实是趋近于比较相似的 才来做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通 对我感觉气比较顺 对啊 这就是这个感觉 其实很多人的气不顺 都是这边在堵塞那口气 它是要被那个声门 拉紧的那个力气来被堵住的 OK 好的 所以刚那个练习 你可以再多练 然后你在练着练着的同时 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 我要把这个辨认出来 把它辨认出来 所以接下来你的舌头啊 你的嘴巴啊 或者是烟枪在做收缩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这些收缩 或者是舌头的动态 是为了咬字 以及音色在服务 而不是为了音高在服务 你就会觉得其实 还蛮简单的 其实唱歌没有那么的难 发声其实也是蛮好理解的一个原理 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发声 只不过就是 你要用科学的方式 去制造出那个音高 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空间的大小 舌头软硬啊 收紧啊 还是要甚至让假声台 还有靠近 都可以啊 那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都是一种音色上面的变化 谢谢老师 好那如果你跟东阳啊 一样有这种续航力啊 以及这个要硬又不持久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刚刚的练习 然后去把我们的音高的控制 以及音色的控制 这两个地方呢 能够做一个清楚的这个区隔 以及隔离开来 然后再回到歌词里面去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就会轻松许多 你的续航力就会提升 然后你的那个 硬的感觉也会比较有度 就是比较不会是 好像是用 舌根变硬的力气来做音高 那就会 完全就会不一样 就会觉得 甚至气流都会觉得比较同顺 好啦 那我们老师来挑战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